學生小孩分做6組生圓 分別站在家前到時來的家宿路前 剛才好像在準備什麼 原來這隻學生小孩當地煮韓國料理 南大高中有的廟高中生在學校的生活 會讓家庭菜 特別在這學期基盤後韓國文化的庫典 他們去到一頓一個韓國學生小孩的興趣 我們開設這個課程 是因為我們針對教育部 他們很希望說現在高中的課程 然後不要說什麼東西都以升學為主 所以這學期我們開了一個韓國文化的選修 另外我們還有休閒觀光 還有西洋流行歌曲 比較輕鬆式的一個上課模式來取代 什麼都是升學的導向 那學生反應也是非常的熱烈 這三個門課程的選修 幾乎都是在5到10分鐘之內 就全部都被秒殺了 自己本身對於韓國這方面的文化 還有就比如說流行文化飲食文化都很有興趣 這樣所以才決定選這門課 那你學習下來怎麼樣 我認為這堂課是很有趣的一堂課 就是不管是它的課程 然後再講本身自己也很喜歡韓國 所以覺得這門課很有趣 因為我們在這學期開課的過程 然後我們其實有各方面的文化 都有去跟他們講解解說 然後結果他們在食物這一塊就是非常有興趣 然後甚至還會一直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做個拋菜來幹嘛 那因為師資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讓我們做拋菜 那我們就說那乾脆就是好吧 那我們就辦一個 你們自己去找資料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料理的比賽這樣 在幾個學期中 志杜老師說解決韓國各種文化 但是學生人對他吃得很方便 跟他特別有興趣 所以為了要考驗學生人對韓國料理的食材 台北在學期結束之前 基盤了新古典 讓學生人自己來料理韓國菜 對頭一次煮菜高中心來說 全完了新鮮感 那是那個韓國文化的樂趣 那是我們正學期新開的學修課程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一個期末的成果發表 然後要讓學生啊 就是透過那個韓國料理的一個 我們類似電視冠軍的比賽 然後我們有獎品 然後讓他們激發他們對韓國食物的一個熱情 然後他們都很有研究啊 像他們都會有一些食譜啊 然後菜單啊 然後互相討論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努力非常的感人 這點還是孩子 沒得了整齊去來煮韓國菜 才能讓學生來品香 雖然他們都是照著網路上所找的菜單的料理 但是要煮出好吃的韓國料理 記者們聽彩虹報導